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花藝小學堂 我是花藝師Hana 花最美麗的時刻就是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綻放 我們要做一系列的居家花藝 使用家中原有的一些容器去做花藝 今天第一集我們所要使用的容器是馬克杯 除了我們今天要使用的馬克杯之外 我們還需要準備剪刀、花材跟葉材 那花材跟葉材當然其實不限定要使用什麼花藝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因為我們是居家花藝 所以我們的馬克杯裡面不會教大家怎麼用海綿去完成這個作品 我們會使用鋼刷來製作今天的花藝 那之後的其他容器我們也會努力嘗試使用別的戒指來製作這些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我們會先用這個簡單的杯子來示範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鋼刷以及鋼刷的妙用 現在我們需要把鋼刷剪成一個小份 我們不需要使用這麼大 因為這樣子進去就是會滿出來 直接拉開來剪 直接拉開來剪 我們只會使用這樣子小份的地方 然後稍微把它拉鬆拉軟一點 這樣 首先先跟大家說明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鋼刷放在裡面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想要一個小的容器 今天有一隻漂亮的花 如果我們沒有放鋼刷 花就會這樣 它雖然能夠吸到水 但是它就會在杯子裡面東倒西歪的 然後沒有一個方向 今天如果我們有這個鋼刷的話 水先擺盒 擦進去裡面 非常完美 接下來我們要使用第二個馬克杯來示範第二組花衣作品 以及第二個為什麼我們使用鋼刷而不使用海綿 去做這個作品的理由 那如果我們在裡面塞滿海綿去擦這盆花的話 想必我們需要準備更多的葉材來填補空隙 那也有可能你會遇到花材不夠 沒辦法做成那麼一個大型的花衣作品 但今天如果我們使用鋼刷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比較可以隨心所欲的去布點我們想要的花材 那因為今天的花材比較多 所以使用到的鋼刷會需要比剛剛的那個杯子稍微再多一點 這樣固定性比較好 有了鋼刷之後 我們幾乎只需要一樓重點 可能是玫瑰花、結根花都可以 然後一些小花跟去路邊 或者是外面庭院啊 剪一些野草、葉材 就可以完成一個美麗的作品 然後我們先把重點讓它放下來 靠近杯圓、瓶口的部分 讓它面向自己 接著是葉材 在花朵然後靠近右後方 然後再拉一個線條感的葉材 我們讓它在同一個方向這樣子 延伸出去就可以了 一樣在花朵的右後方 做往右邊延伸 接下來只要隨心的放幾個喜歡的配花 像是我一樣取白綠色系的結根花 然後一隻帶一點點淺粉色的米蝦 一樣讓它往右邊的方向去 完成 剛刷的好處就是 我們在用最少的花材下 能夠把花固定在我們想要它在的位置 那記得完成後 需要把水注入到 你要確認所有的質感 都能夠浸泡到水 在有一些可能比較短的花枝上 它因為剛刷的原油 能夠固定在原本它沒有辦法在的位置 這算是剛刷給我們的第三個好處 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訂閱、分享 歡迎收看我們下次見